韩国首尔经济网站4月13日报道 原题移民去英国却被当地视为二等公民 香港移民哭了 部分港人被英国给予海外公民护照并移民英国 但他们在英国的生活却日渐艰难 这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有观点指出 英国的这一政策与事实上的投资移民制度没有太大区别 港人必须在英国投资500万港元才能真正获得BNO护照 最近一些持此类护照在英国生活的移民港人在社交媒体上纷纷诉苦 称在英国正成为永远的二等公民 必须忍受各种歧视 脸书小组英国香港人生活交流区 是移民英国的港人交流平台 最近一名自称单亲妈妈的女性发帖 称自己准备贷50万港元移民英国 但出人意料的是 多数在英国的香港移民留言规劝其不要这么做 有人留言称 考虑到签证租房买车的成本 50万港元根本不够用 如果找不到免费吃饭的地方 你们到英国以后或许只能乞讨度日 考虑到孩子的未来 你不应该轻易做出移民决定 还有一名姓卢的移民港人 在网上诉说了遭遇的不快事情 称自己在英国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咖啡 在他借用店内洗手间后 店员立刻冲进去猛喷消毒剂 好像他身上全是病毒 有港媒还报道了一句英国的香港女子A某的事例 同样是在英国备受歧视的故事 A某原来在香港从事IT领域的工作 移居英国后其专业未获认可 最后只能在普通工厂干包装盒子的工作 从IT精英沦落为盒子包装工 A某吐槽称 我现在整天都是站着工作 身体上累得要命 除了午餐和上厕所的30分钟 要不停工作 手上已不满伤疤 对此 中国媒体指出 英国给予一些香港人BNO护照 只不过是想吸引香港资金流入英国 尽管希望借助香港移民的资金 让本国经济尽快恢复 英国却并没有兑现 此前给他们美好未来的承诺 明天还没想到 为了